许凤姐呢 前辈 帮我看住他们呀 你都这样了还想出去 只能是我去 王叔 王叔的佛珠呢 没带着 这就是你的全部首相 王叔可否借一步 说话 跟过来 我随狮子过去 你们留下 我陪王叔单独聊 老名隐死了 天下地十一名不虚传 幸好小植身边有两袖青蛇的李淳刚 剑神尤在 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 那你还敢跟我过来 为何不呢 留在李淳刚身边 或许你还能保住这条小命 王叔又不杀我 我担心什么 不杀你 我请来天下地十一做什么 王叔若真要杀我的话 大军出击即可 何必请什么江湖人士 那你觉得 我让王明莹刺杀你 是为什么 卢伟荡这场刺杀 是杀给别人看的 杀给谁看 京城啊 皇室啊 北梁伟大不调 青蛇又何尝不是统领大军 都是藩镇 王叔若不刺杀我一场 黎阳皇室怎么能对您放心呢 原来您也知道 青蛇和北梁注定为敌 大势所趋罢了 原来呢 事情很简单 你只要把王立然交给我 你就可以离开青州 可现在 你我都无路可退了 那是徐潇想的办法 我不喜欢 所以我自己找生路 挑起本王王妃 就是你找的生路 再相反 乃至整个青州 人人皆知 王叔最宠爱的 就是王妃陪南伟 青州记内都知道 金安王将王妃陪南伟 是做珍宝 世子赵荀呢 曾经痴迷陪南伟 后来呢 被金安王娶作王妃 成亲之后 金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 那不仅仅是相反着 整个青州 都知道王妃 是金安王最爱之人 而我呢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金安王到底是怎样的任务 当年众王夺敌 王叔城府最深 的 席下嫡系不到最后时刻 绝不显身露水 只是时运不济 才失败罢了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城府如此之身的人 怎么可能会让全青州 都知道自己的弱点 王叔若是真宠卖裴南威 只会把他深藏死中 绝不让人知晓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退回去 既然我好慷慨 居然让自己的王妃给我陪葬 一个有弱点的人 自然会让人当心 只是 只盯着表面上明显的弱点 会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 裴南威是我的弱点 只是王爷自己造出来的弱点罢了 推给人前看看 现在聊的是杀不杀你 你跑题了吧 王叔送来的弱点 正是孝智的生路 王叔其实心知肚明 一直有一条可以光明正大 帮我离开青州的理由 而且 还不会照到朝堂猜济 送植千里 当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就和裴南威说了 王叔的这句话 有两层意思 两层意思 第一层好解释 千里向下 视为九泉 王叔想送我归西 第一层嘛 是给天下人看的 我挑起王妃 惹来杀身之祸 第二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这第二层意思 王叔是在送礼 把礼物送给小侄 送至千里之外 礼物是什么 那自然是裴南威了 本王把自己的王妃送给你 这才是王叔不杀我最好的理由 小侄好色荒唐 胆大包天 不仅调戏王妃 还把人掠走了 最后 以王妃性命 要挟王爷 王爷无奈 只能帮我离开青州 更妙的是 这一放之后 朝堂绝对不会担忧 青州和北梁暗中联盟 毕竟夺妻之恨 绝无转换于地 如果本王 真的想放你走 你为何要闹这出 奴尾荡刺杀呢 不刺杀的话 朝堂怎会安心 假刺杀 刺杀不假 我若真的死了 那就说明 我没资格做王叔的盟友 盟友 有深仇大恨做掩护 青州和北梁 未来或可 同舟共计 前提是 等你继位北梁王 王叔就不想试试 再去争一争的位置 徐晓 生了一个好儿子 徐晓 世子 前辈 青州骑兵 追来了 不应该啊 静安王要杀我隔壁 等到现在 是 世子绍寻 为王妃而来 看看 麻烦来了 把人交出来 我帮你们走 又见面了啊 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 把人交出来 哪个 姐我静安王妃 你是我清朝乌人吗 就带这么几个人 就敢出来拦人 你爹不知道吧 这是我清朝与北梁之争 与江湖人事无关 怕了 凤子营请站 愿秦下此人 交与世子发落 要不这样 我帮你问问他 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 我就放人 你都听见了 想不想跟世子 回相反 瞧 我乐意 怎么可能 定是你胁迫于他 别塌呀塌呀的 论辈分那是你娘 准备出阵 世子 路手有罪 别犯乱罚 世子受苦了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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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秋来晚了 世子 世子快给路秋看看 世子 手伤没有啊 后边没有 以后生这怪我也来了 还有李纯刚 这个怎么杀小舅子 太难了吧 好了 疯子要失职 让世子受伤啊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起来吧 世子 谁啊 好 井安王世子 白冲镇呢 那可真好啊 楚露山 你身为三匹母将 咱敢私自带兵出北梁 废话这么多 来了 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 宰了说不过去 这好办哪 全带了 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 都听见了 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 一会儿打起来 我可拦不住的 世子 楚露山已残暴出名 正要骑兵队出 恐怕难以取胜 今日之尺来日必告 你敢再找我家世子试试 回香饭 等会儿 你别多吞进尺啊 都还我呀 要走 走 走 越来 走 走 还是世子观人 要我说这种货色 宰了也就宰了 你怎么来了 毕夫是怎么来的 徐骁 他不在京城吗 毕夫说有药英送来见座 我便在本队骑兵 来青州巡世子 哪来的药英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天我看见药英 来了我就出发了 还好让我干什么 没让世子受委屈 等会儿 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 他没说呀 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 要不我对世子去武器城吧 胡闹 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 回北亮 我这么大了远来的 你这让我回去了 要不 你让他们回去 我一人留下 你是从三品 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 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 那我就辞官了 胡扯 赶紧不谈 狮子 闭嘴 我说这都很老 你 等等 这么说起来 还真有事要交给你办 这就是静安王妃 是顶水来的 这两个人 你给我送回北亮 把我交给楚露山 还不如杀了我 你瞧瞧你的什么名字 王妃放心 虽然我楚露山 什么早事都做过 但唯有一样 誓死交代过的人 大死不碰 清了送回府上 好好调养 至于他嘛 毕竟身份特殊 不能留在府里 不如我寻个院子 把他藏在胭脂郡 倒也可以 不过得保密 鲁秋明白 谁都不说 好好守着 就等狮子回来 慢慢享用 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 这未论备份是我审人 所以我才要保密啊 你快说什么废话 把人看住就行 遵命